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臺灣新鮮街 我下面的長尾面來關心說 今天總算有更痛 但是我們說到整幾天 這個火水造成我們中南部 都是這個大鹽水 尤其在山區地區 我們看到高雄 我們住民地區偷玩家 受到當上海 我們說這個火水量 已經超過兩千四百核米 已經是差不多臺灣 幾年燙天的這個火水量 大家要的記憶 我們說去年跟這個年中 我們也說這是全臺灣五六十年來 最大的這個火煩 沒想到這個火水 一個來都沒想到 一回來就造成這麼大的這個災情 但是我們也說有專家說 這個氣候變遷已經是沒有火頭路 我們說這次不要怕淫水 要跟這個水強準 但是要怎麼來做 要怎麼應徵 這次的氣候變遷其實是一個大學問 另外我們也說到臺灣的地紋水紋 條件很特殊 地質又脆弱 風台的火水更高 我們也說到要從這個網頭來打你 關你起來 也要打造一個 我們讓這是海米三次 可以吸水 可以排水 龍中雕河 所以我們說這個國土 幾位非常重要 我們也說到臺灣 這次可能也有人在誤識 說這個寬人 可能春日十天 就是我們這個冬天 越來越久 這也比較專求 這個氣候變遷 真的有大關係 我們說到這是聯合國 這個報告 他說這個極力的氣候上海 可能我們的平均 運動也是真的有關係 所以我們說這個氣候變遷 真的對臺灣會造成 到很大的改變 今天節目 我們做回來對位 先來邀請節目頂三位專家 第二位我們邀請政水理事 書長丹馨賢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好 第二位我們邀請文化 大學 台氣候主任 詹豐勇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第三位我們邀請政治大學 地政候副告書 定安定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是的 我們說到 這個臺灣一個康範 一個大水 我們說真的是臺灣人在面對到 這個氣候變遷未來 真的可能這個幾檔 幾檔都會遷到一次 怎麼跟這個大水 豪水 強順 尤其我們說到這個氣候非常重要 有境非常重要 如果是說真的有財政的團出進行 我們就能透過這個有佈的這個系統 就能救很多人的死命 但是面對到這樣這個氣候變遷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先做看看 全部都被後面三崩 土著隊山頂流下來 把車路都淹掉 到連騎車也受到牽連 我一天的河市就很大啦 李頂就叫兵車來載去 人有處理 人平安 到七號 八號 八號就比較嚴重 受到第九號和風臺 路撇多危管流的影響 臺灣四半部出現大水貨 六小團出財政 在高雄六股水是體液各因 根據市府水理教的統計 尤其七月三十二九八月七七 三個的豪量是很嚇人 透完六股這兩股分配十百第一至第二名 都超過兩千核米 各自的蚵仔龍順勢也很嚴重 蚵仔爬讓它流去 粗暴高價 順勢十達到八千萬 我旁邊都拜祭 蚵仔在流 旁邊都在四個流 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割水已經落後做大水閉起來 幾個月之前臺灣也要再欠水 面對到五十六年來最嚴重的科學 各地水口都把鴨水救過的時候 做人工情侯 苗力台中中華部份地區實施用水五天停兩天 臺灣水口的國內欠水率剩三點五%更會達到 甚至也出現過不出山區重的經常 昨天去那邊工作的時候有去看 然後發現怎麼沒有就是沒有水 倒一上去之後 然後網友之間就說 像一個蠻大片的綠洲 綠洲型的高福就是 其實這個影片講實在的是 呼籲大家能夠節約用水 臺灣在這幾個月來 蠻大片又做水災 專家提示面對到極端氣候 應該要提早做好 風災的準備 記者總合佈度 是啦 先來請教這個書長 上一回來我們是討論蠻大片 但是沒有想到說 這回我們是說到這個大水來 我們說這個中南部大陰水來 尤其我們看到高雄 這個土管地区 我們住民部落 面對到這麼大的災害 但是我們可以輕輕 是比到過去 我們說這個北北風災的時候 摩拉克這個 我們說風災來的時候 那時候是死很多人 但是這回的災情是有 但是這個人員都受到平安 代表我們面對到這個氣候變成 未來是一定強災 對的 但是我們怎麼去營營 省車市長 面對到開發 面對到這個大水 我們要去怎麼營營 我們去年因為沒有颱風來 應該落後還沒落 所以五十幾年來 最大的漢災 一直到五月梅雨季節來 跟雲彩颱風開始水靜才好 包括台中地區共五庭二 所以大家都受到欠水的苦 但是過幾天如比颱風來 如果水苦沫再造成很大的營水 這個主要就是說整個氣候的變遷 變成功 乾旱的時候 它會越來越嚴重 營水 為什麼會怎麼嚴重 所以你要怎麼把地理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我們臺灣的水有百分之六十 漏的荷都流到海底去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想辦法說 要怎麼流到地面上 讓它入勝地 地下水 或是說我們有水口 或是說有其他的制洪池 或是說農田也可以制洪 因為百分之六十的荷流去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這部分我們可以來加強 當然另外就是說 現在的荷很大 我們過去地理是最上有效果 你像說這個主要河川 我們保護是一百年的風水 那很少營館 像那大棵 那如果營館那兩棵樓以上 所以這種百分之八十幾 都會有地理好勝 所以這種大水買進來不可能 我們現在的營館都是區域排水 或是說都市淹水 因為都市在發展 本來不營館 現在不破水層怎麼來怎麼坐 水塞不下去 地表進流怎麼來怎麼坐 就淹水 所以說這種的部分 政府用我們的一煙水水販治理 對這種的完全有地理 完全有效果 但是它的地理標準 就是說像區域 我就是要給它十年 二十五年的頻率 也不會異頂 所以有一個基本的保護 你如果超過這個標準 它有原來的營 但是我們做到它 它營的範圍就不會看 另外就是說 上海就不會那麼多 但是我在這裡特別要提醒 就是說像這次的淹水 是在說淹水是最嚴重 因為已經過期的經驗 你如果是乾旱很長的一段時間 還是說有跌倒 負電干擾大水來的時候 那個土砂災害 就是那個當中海很嚴重 那種都會造成人民的傷亡 所以說這種你就有預警機制 我如果說降雨超過一個 就是我們說紅色警戒 你就要強制失散 你看這次 包括南島 國城 用牌刷 土岸 土岸 你那時候你如果沒有做一個預警 沒有失散的事 就很嚴重 所以說我們今年就要特別注意 這個土砂災害 因為你長期感染 他現在的大水 所以這種的 當然你沒辦法 拚命說他不會發生 但是你就要有預警機制 尤其縱使降完雨 這幾天 你為什麼不可以去選擇 土石為什麼不安定 這個安全起見 在這個土石風水季的季節裡面 為什麼盡量不要去選擇 所以我們說到這個土焦 在過去一段時間 都是因為火煩 已經比較不穩定 一個大水來 他真的沒辦法記載得到 所以我們也說到 在蓋後變成的這個部分 我們是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有境的這個部分 蓋上保護也好 還是說是不是我們說大水 或是說風台要來的時候 有一些這個村就要先退離 這也是我們這月有用到 公寧的這個地方 未來我們說沒辦法擺渡 完全沒辦法擺渡 因為蓋後變成已經 地球已經去用生長這麼大 所以我們說未來這種事情 會越來越多 但是要怎麼強順 這是我們一定要去面對這個考慮 然後繼續 再來請教這個主任 對著這個大棋的這個部分 有人說 之前我們也有討論過 這個中國說 這個風台是這個四角色的 當作 去到中國這裡 不會來臺灣 但是這輩子我們看到說 風台其實在走 甚至重力在中國 然後又在海上 再一次激動 我們說在臺灣還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其實這個氣候變成 我們說受到很多影響 跟這個因素的部分 先把我們消責 這輩子的貨水會這麼高呢 其實我們在看這次的颱風 雖然走這條路線 從過去來說 我們可以說 以一般來說 他就是減少 對臺灣的影響會比較少 理論上是這樣 但是我們要看南部 尤其是夏季的時候 你要看南部 那是要大火 不需要看 說那是颱風 尤其是要注意的是 西南氣流 因為這個系統 把水器整個 採染起來 採染到臺灣 尤其是中南部 因為中南部的我們的地形 剛才是西北朝東南 剛才跟西南 剛才對沖 所以是算贏的方便 所以你只要看 那個西南氣流 會不會因為這裡起來 這次我們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照理說 如果颱風走這條路線 不管是他當中 大陸又過來 或是說他直接 為臺灣海峽直接起來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因為 他剛才在臺灣海峽的時候 這個颱風 他剛才逆時針的旋轉 所以他的南邊 這裡塞南邊 我們夏季的時候 又已經是塞南風 所以這兩個 合作會的時候 他那個風速特別強 如果注意去看 我們正常的時候 我們那個西南風的塞南氣流 那邊說 每年二十五海力 是 但這次他會到五十海力 所以你就知道說 他在對沖的時候 南部來的時候 因為印度洋 印度洋這邊起來水氣 有很多 他會再強 所以他整個 剛才在這個高雄 屏東這裡 所以你如果去看 你會覺得高雄屏東特別厲害 但是跌到台南 到嘉義這邊 到中部 中部有一個瓶 那旁邊 你在阿里山這邊又開始 就是說這邊是 台風 印來的塞南氣流 在屏東這方面 它是塞南氣流 加台風 所以他這麼特別強 所以就比這個 你穿起來的時候 你看他有兩個中心 是 中部有一個所在 就浪空去了 主要這次是這樣 所以你看南部 寒的落大雨 寒的嚴重 大家看 在這個夏季的時候 就看塞南氣流 這邊這裡有多強 他這個水氣 要從哪裡來 從印度洋來的時候 這個一般來說 都是很嚴重 所以這次 氣象局在做烏波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他應該算是說 加準 他就是這樣 就是說 他有抓到說 他做成這個大水的軟 他不是什麼 所以我就把 訂給到 我看 我就知道 有關注到這個 氣象局的網站 他在鴻胎來進場 他就說可能有這個 西南氣流的事件 就先發佈在那裡 所以很多觀眾朋友也好 就是這個部份 未來如果遇到這個大貨水的時候 有一點 除了看電視 以外這個網站 也可以去驚訝一下 尤其對到我們這個 疫苗安全 面對到這個氣候變成 有一點什麼時候 貨水那麼久 我們不知道 尤其我們說過期 這個有時候 有時候有時候大水 尤其我們說 去年是都沒有風胎 但是今年雖然風胎 也是這樣掃過而已 但是這個西南氣流是很大的影響 還有一個風胎來 我們說他是怕很慢 所以有時候風胎 怕慢 怕快 這是不是跟整個海融有很大的關係 其實我剛才要補充的 剛才書長有說 其實你如果去看 我們最怕克環一後的落大水 我們看伯伯豐災莫拉克 其實他頭前要欠水 所以你要回想一下 以前這個莫拉克颱風要來的時候 補充的補充 他說這個颱風可以讓我們帶來 給水 這個是好颱風 結果他給水是大到我們要求 是 你看今次 北 北約的車子 前前我們也是克風 是 但是他現在一次來 你落到晚 落到晚 我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以前他在落過的時候 已經有落花了 我們的土地已經是減水了 所以這次來的時候 冰東就特別嚴重 你再看八七水災 整形都相同 所以書長來提醒 就是說克環一後的大水 我們要特別來注意 克環一後的大水 尤其都是這個時間上都在八月 切六 切七 切八 對於塞隆氣流 最強的時候 是 是 所以我們說到這月 有人說 哇 臺灣也回到 我們說很大的這個貨水 其實我們的這個雨景 真的做得很好 我們介紹到這個電告燈 我們總共來看說 其實我們說這月的貨龍 也甚至就是說我們這個廟歷地區 有很大的影響 尤其是隔壁 在旁邊差幾公斤而已 我們說那裡就是大方的這個地方 但是比較中國頂的這個地區 我們有很大的不一樣 是什麼呢 是 其實就是剛才我們書長 已經有說過 因為現在的氣候變化 實在是太大了 我們說極端的氣候現象 所以我們以前一直在說 一件事 希望說我們的工程 可以說 人可以到天來做稻草的拚 慢慢的我們已經覺得說不行了 我們現在可能要比較欣賞一下 我們現在電腦是在說 我們沒有辦法去無法說災害的發生 不過我們可以做一件事 我們可以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 我們想辦法去檢查 他帶來的這個傷害 譬如說不應該開發的地方 我們就不可以開發 譬如說水旁 你明明就知道 他帶水來 他的陰 你這個地方就盡量不要蓋一些阻填 這是一種減緩的一個 我們說減緩 一種減緩的一個作息 在國土面 第二就是說 如果這樣做也是沒辦法 所以要怎麼做 我們要習慣 我們要調整我們自己 要找出一個方法 找出一個方法 有很多的作息 我們可以做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兩位專家都說到的就是我們的武警系統 怎麼做 OK 主持人剛才說到說 這道有一件事 我們感覺說 加在 就是隔壁 雖然說坐隔壁 坐到那幾班隔壁的人 感覺很不方便 隔壁怎麼會停在台中什麼 但是其實我們電動病來想 我們應該會發揮 因為這標示說我們隔壁 他的武警系統有在作用 他發現說我們有一個地方 可能那個山 那個石頭有放下來 行車有危險 所以他就黏在停止 我們剛才跟市長 我們專家在討論說 這道中國大陸這邊 他的電池這個地方 他的地鐵 他的牆壁 他可能就是沒注意到說 我們這個武警系統 所以這個地方沒有做好 我們為什麼這個系統很重要 因為醫藥知道這個災害 我們不可能完全被他拼命 我們也沒有地方可以拿 因為臺灣就這麼小 你說我們盡量不應該開發的地方 都不要開發 不過現不單就是臺灣有兩千四百五十萬人 結果外地這麼小的地方 所以兩項都做到了 還沒辦法要怎麼做 你就要有武警系統 我們兩千控告年的時候 莫拉克兩位專家都說到了 那裡我們損失很嚴重 有六七百人的死亡就這樣 讓他帶走 所以醫藥醫藥 為那件事醫藥 地方政府如果遇到 弘胎這種大災害 你看到大災害要來 他都會先去 跟危險的地方的民眾 統帝 這就是一種方式 就是說都凋謝 我們說氣候我們不能改變他 不過我們有些做法 可以檢測我們四名這邊的危害 和財產的危害 所以這可能是我們醫藥要做的方向 是啦 我們說這是全世界一個氣候變成的大出色 不是只有臺灣而已 所以我們整理到這個臺灣是落大火 最大火 我們說這個幾六天已經超過兩千四百 何美 這差不多都是超過一天的這個火龍 如果說這個三天 把他落水 相信這個部分 我們說這個土甲 鹹水龍一定是會記載不掉 另外我們也說到 中國也是大水災 甚至是電池有十二的人希望 我們也看到他們這個地下地 都是鹹到差不多在這個財產地 裡面的人有的套館通信 有的說我穿不開 穿不開 穿不開 頂頂這些部分 所以如果受一個 完全的這個 我們說五境的這個系統 面對到這個氣候變成 我們已經是有準備 所以災害就可以檢測 另外其實這個極端氣候 不只這個鹹大水而已 我們如果說這個氣候一直在穿 有時候這裡這個土甲 比較大瘦 心臉比較大瘦 就會造成大火 另外我們也看到說 歐洲這個德國也好 Belgium這個比利益也好 其實都是這個大水災的 這部分也是死 差不多超百人 所以我們看到說 這個專求 都總是受到災害 另外我們也說到 過去我們說這個專求 亂看這種現象 這組也看到說這個瓶棧 都是比較 這個瓶角都扭掉 我們也說到這是專求 當中有這個氣候的 變成跟變化 但是我們說 真的我們的地球要影響 其實有很多的祕訪 我們現在去做 我們也有另外一個報道 先走回來看 心臉壓火的四季 拖著燒 只能夠掃除我來開紅火 去年上月發生三十年來 上次嚴重的消化器 技術心臉壓火的生長 年紀地中海跟愛金海四季連動 上次就要到數萬公圈的 任地球壓火燒器 做成八的人失望 林學博拆到公布 最新的氣候報告 對氣候變遷 提出嚴重的經過 政府氣候變遷 專門委員會IPCC就說 紅色經過的水泥聲已經淡落 消化完療的雲息氣體 含然三種掃插之外 已經造成地球 將會不會穿開 這樣也讓第9位平均運動 比江入化進行 機關一度之 八的氣候協定 特性的經溫相反是多半 也可能會提早十年 在二空三空年來突破 在美國的西南部做大水 美國的細胞也有壓迫 全球國地最近都發生很嚴重的天災 地球在邊境我們都壓迫 地球全球有約10億人口 遵守到消化器的威脅 有30億人會去當中 有扣風的規矩 還有上大雨 透大風 含熱帶去損車的天災 會更加激發生 水電的環保銷路 董貝利就說 各國的頭人應該要去積極 這個報告沒有告訴我們 什麼要做 它沒有說 你必須做這個 然後你必須做這個 它沒有提供我們 有這樣的方法 或告訴我們 你必須做這個 這就是我們 我們是要取決決決策 我們是要取得蠢 我們要問我們 我們自己的困難問題 IPCC這份報告是 234億的科學加州會社會 有3千多億 那年糾到 也在1995政府的認定 今年十月三十一 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會在屬於人的格拉斯哥重點 這份報告也會來這裡作討論的重點 公司新聞第一人編譯 是我們說到這個氣候變遷 是全球都一樣 我們也說這個阿州 其實也是大水災 我們說很順暢 可以看到的一個景象 但是怎麼整個 跟不一樣的 這次來做比平比高 其實我們的涼水還是滴水 就非常重要 再來請教書長 我們如果說到這個過期 三區也好 三區也好 它是不一樣的 這個磁力的方向 過期這個三區 我們如果是越來越開發 它的水真的 如果大水來的時候 涉不涼 如果是三區的話 我們說過期是過度開發去 這時候要怎麼 我們說來自立好 我先說一下 就是說我們會淹水 會缺水 主要就是說這個氣候變遷 而且是氣候緊急時代來臨 所以這跟我們那個節能減碳 就是溫室氣體排放 有絕對的關係 我剛才也說過 你這種氣候變遷 你沒辦法讓它不缺水 沒辦法讓它不淹水 你做不到 所以那個預金很重要 所以我在這裡提倡 這點就是說 你預金要做得好 主要就是說 你對那個氣候的掌握 要很精準 所以就是說 我不是經常說 氣候氣象的一些研究 軟硬體的投資 那都要它支持 讓它可以了解說 未來氣候變化的苦逝 我可以前瞻部署說 現在台風怎麼走 我就要做一些海水當化 或是污水處理在使用 因為滑不滑 你有一個前瞻部署 另外就是說 對短期 即時的預測 你讓人比較準的是 你像這個鄭州 我就說好 你這個所有的地鐵 全部叫停時 橋全部封起來 所有的地下道封起來 所以這兩的觀點 都是要那個氣候預測 要很精準 所以這個投資 絕對要把投資 臺灣未來 不管是前瞻部署 還是說現在發生 我要怎麼預金 這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臺灣的地理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配合國土計畫 所以國土計畫法 現在也都在施行 國土計畫裡面有一些就是說 我城市發展區 你就要考慮說 我剛好去要設置這裡 這裡如果沒有水源 你不要設置這裡 你後面還要找水 那就很麻煩 還是說我要建設在敏感地區 那就是斑或是地盤下限地區 你就經常淹水 經常斑山 所以你一些開發 你就要配合國土計畫 就是說這裡敏感地區 要保育 城市發展區 都可以設施 農業發展區 海洋 所以所有的開發和規定 我們要有一個國土計畫 現在要做三位 現在在施行 但是有較慢 要來落實 就是可以開發 不要跟自然抗衡 我們就知道我住完多少 我睡在那裡 如果不可以開發 我就不要開發 這個三位只要有 第一點就是說 我們這個山區 經常說是土砂災害最嚴重 就是脊水區 不能把水存下來 所以我們現在脊水區 怎麼保育森林 怎麼樣 讓水流到汽水區 如果流到那裡 沒有水 沒有落時 它就慢慢流出來 讓水可以在那裡 你有這個保育好的時候 你土石崩塌你就不會 所以這上游 整個治山房 這是另外一番 是 土石 因為土石就是一直在開發 你沒辦法一定會嵌 因為我們過去都是說 保護標準五年 或是十年 那都是說我流沒關係 給我嵌 但是脫水很快 但是現在大家民眾要求更高 所以現在就是說 我有海綿城市的觀念 慢慢的標準可以拿高 你想說我在新北市的時候 我就規定說 你所有基地的開發 你要自己蓄水 每小時八十ミリ 就是那個水量 你不管是要入腎還是要儲存 那些水量你不能流出來 在我基地裡面 說到少許開發都要這樣 或是說我做自洪池 或是我透水撲滅 或是其他很多可以 這個LTD Low impact development 那個方法都可以用 主要是要把水流在外面 不要流出來 這個土地要這樣 當然它也會嵌 但是我們就是要塑造一個韌性的層次 就是說我嵌的時候 沖海不太大 人命不會死去 所以說這個怎麼樣 所以我們現在有些地方 所以說經常陰我整個家庭比較高 一流來放 或是說我有做擋板 擋水板 頂頂 你可以用很靈活的方法 跟洪水並沉 那種韌性的做法要有 另外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陰都是區牌 區牌多部分都是線管 現在磁力要不完善 大概磁力百分之六十 當然我剛才說過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繼續治理 用整個脊水區 Watershed這樣整個清 綜合治水就對了 它有一個標準 我們都給它一個基本的標準 但是它怎麼會遮過 路後遮過 遮過它時 當然我們它的傷害的面積比較適 傷害比較少 慢慢的這樣一步一步 這配合我剛才說的預警 改造就造 改怎樣保護就保護 利用這樣 慢慢的我們台灣就是說 我可以跟這個異常氣候來共存 我是一個任性 很任性的 任性的就對了 不會去哪裡 有傷害我馬上又抬起來 這樣也能夠改善我們台灣的重複 有些人相信 這種三市區區或是國土區區 過去我們說真的 如果要搭造一個建築 或是我們說這個橋要回去 其實它也是花很多錢 說要多建築 剛才多建築 但是河水 或是這個開樓 一個重複 你其實都是拱拱 沒辦法去転現 我們說我們的本地 這個建築部的建築 我們先聽說到這個部分 我們說過去是強調建築 剛才這個書店也說到 要resilience 要有這個潤性 其實你剛才也先說 有這個手領來跟我們做一個比方 你再跟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未來我們的這個企業 這個部分可能也是要 如果這裡是真的 takes care of water 這部分我們就要加點 另外這個三市區區區 practically 先跟觀眾朋友觀念 稍等一下稍微介紹一下 是 謝謝主席 因為我們之前先討論過 我們之前說 我們一個土地的災害最好的方式 就是你把他做動 我剛才說過 大家專家 現在也都說了 做動不去 如果做動不去 這樣你指貨是想說 不然我們怎麼跟他共同生存 共同生存 現在就有一個新的觀念 就是剛才書長說的 是 說潤性 韌性 resilient 這個 潤性是什麼意思 我們以前做動的觀念是說 有水我們就蓋一個台風 蓋越高越好 不過我們知道你永遠不可能 你這個災害越來越大 你有一天你永遠不可能蓋到那邊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另外方式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一樓 蓋越高一點 我們可以開發新的基地的時候 我們先學一些水底 水底可以做經濟也可以 是 你可以做用水的水底也可以 你如果下雨天的時候 你也可以減免做大水的機會 是 像這種方式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潤性的生殖 有些地方你不應該開發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還有很多很漂亮的蟲 你如果把它撈下來 他在土地外面 落大水的時候 他就可以吸水 把水撈下來 是 你現在想看看 如果是這個濃地 那個蟲地 你全部都把他撈起來來做一個 開大樓 開工廳什麼 落大水的時候 現在水就四處走 四處走 本身來說 你這個基地 本來只吸自己的水 就已經吸到已經很痛了 是 現在還有外面的水 外水再把它淹下來 是 這樣你的生殖的淹水 就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像你現在在土地裡面 你落比較大的公園 蓋一些像說蜂蜜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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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可以儲水 還可以蜂蜜 我們用比較多方式 比較多方式 把他一落 把它調好比較高 這都是我們現在說 什麼比較淵性的 是一個整個方式 當然國土也要這樣做 國土就是剛才蘇智說到 我們現在有國土界外 國土界外現在開始在中時 我們這個企業變成的問題 所以我剛才主持一個 我們國土北平書的界外 我們也有跟聯合國的SDGs 這個關聯把它放進去 也要求說以後 你農地這個地方要變境 你一定要做最上色的 一些飼料的判斷和分析 不過現在有一個問題 剛才主持人跟蘇智都說得很好 有的時候我們現在發生一件事 我們對國土的飼料 像國土還不夠 我們有很多通用的飼料 對這個飼料跟這個水門的飼料 我們的研究又很欠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可能在未來 我們要因應 我們這個企業變成的 這個這個問題的進行 我們參與這個飼料 對我們台灣國土的了解 我們可能還要做更多的功課 所以這是我們打拚的地方 我們先對到這個企業變成 我們知道在哪裡 但是他的這個變化非常多端 什麼時候來 你都抓不住了 但是我們也說到 這時候聯合國有一些這個經過 他說未來 我們說全球的氣溫 在日空四孔年 這個地球氣溫 比一百五孔年代 到一九孔年代 關差不多1.5度 這1.5度其實對地球影響 就非常大 非常窮 繼續再請到這個主任 我們說臺灣未來 可能冬天冬冬 這時候好像春節十天 這是聯合國所欲笑的這個部分 代表說我們的這個過去 輸跡這個變化 可能真的隆重不見了 你怎麼看他這份報告呢 應該這樣看 比如說以前我們在看 他的溫度感染越來越高 我們來看一個 是 比如說感染真的越來越大 OK 我們來看說 我們現在如果是防災 我們就說最好 農業不要損失 是 這是一九零零年 一直到二零一九 是 因為這個阻攔災害死亡的因素 是 你看這水納色的 這是水災 你看他現在越來越少 水災現在越來越少 英式的 這是那個 克法的 是 其實以前克法 因為克法四人數 其實很多 現在越來越少 是 但是也就是說 我們過去這一百年來 我們在處理這些 阻攔災害時 對水 不管是鹽水 克法 我們都有一些傷害 但是對這個荷蓋 這大 這是平衡 平衡 你看 都沒有 大小顆 都沒什麼變 是 極端氣候 我們也沒什麼變 但是這裡面這裡有一個很小顆的 你有看到嗎 這裡有一個很小顆的 極端的溫度 叫極端的溫度 這個就跟我們說說 我們的極端溫度就是說 我們越來溫度 越來越廣 這個機會是很多 是 不僅是這樣 它是很極端的 所以造成人命的損失 這是都人命的損失 這不是財產而已 我們在想說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可以去看說 我們會說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想說 由我們以前 我們已經在地球裡面 由我們加入工業革命以後 我們上濟到地球的多出來的這個能量 相當於六十九顆 六十九億顆廣島的威力 OK 那在恐龍四季 恐龍滅絕的這個時季是七十億 七十一顆 我會說 哇 這怕死了 這時候還沒反映出來 你可以看 我們之前沒有反映的時候 就是說 海藝油之前把我們吸收百分之九十幾 所以現在這個報告 他在告訴我們 現在你越來越越嚴重 以前我們的海藝油 就是說我多少把你吸收 現在我已經吃飽了 你還要給我 是 我可能就會討出來 這討出來的時候 不好意思 所以你可以去看 看台北 台北 我們這順超過這三十五度 這順是四十四天 未來七十 現在會到一百 OK 他說這就越來越多 那我們的冬天會減差不多一個月 冬天會減一個月 減差不多一個月 如果我們叫平均溫度二十度 作為標準溫度二十度以下 當天的時候會減一個月 是 二五度 以上叫做夏季的時候 我們的夏季會減一個半月 OK 就是說以後我們的溫度就是這樣變 其實面對到專局的溫度變化 其實有一個觀念 我們不要看溫度算多少 其實溫度算多少 有另外一個背後的意義 就是說你溫度算越高 時上他就在說這件事 就是人改變地球的速度有多快 是 如果改變得越快 你的溫度 因為他最敏感 所以他會隨意跳起來 是 跟人家破壞 你會先發生 所以他是一個境界 所以說一度 兩度 三度 對我們來說 我們會說我開冷氣 我沒關係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對這個環境的改變 我們已經破壞多少 破壞多少 我不會說破壞 不一定要破壞 就是改變 你改變越多 環境 他自己 你想說他是人 他也要調整 他調整的時候 人家說我就對於做那麼多時間的調整 不好意思 我就看大家看怎麼去目的 人家要怎麼調整 面對到這個氣候 他如果在調整 我們也在調整 如果調整的速度沒辦法 對到他調整的速度 對我們來說 那就是災難 有一點 其實我們也看到 這是氣象球所做的一些資料的分析 他說 八一年到兩千一百年 我們說溫度的變化 其實會拉來拉熱 就是他剛才說的 可能我們寬人的時間會拉來拉熱 我們說真的如果是說熱人 越來越長 寬人的變酒 有的這個地方就比較打瘦 我們說有一些這個地方 他就會破壞 破壞後沒有水 還會大火的三星 所以我們說其實溫度的改變 如果過去我們用太多了 地球在發生 地球在提醒大家 我已經破壞了 你如果沒有去 注意但沒有了 我們說這個未來的氣候變成會越來越激烈 雖然我們說強尊 但是強尊背後的意思就是說 真的 他已經記載不住了 你想要跟他強尊 他怎麼會替你痛痴落伯 我們繼續再來請教書長 我們剛才有說到這個氣候變化很嚴重 我們剛才有說到在水 在風地這個方便 但是整個這個國土 整個也是 掌握到這個醫生的分配 請請這回我們說到我們沒有 含大水之後就有人說這個減減價位 有可能釣水的這個方向 可能有不對 還是用情的地方不對去 你怎麼看這回大家這個說法 前瞻計畫前四年開兩千五百億 在這個地水差不多一千一百億 在這個水族園的開發差不多一千億 是 讓人在挑戰最多 就是說有兩百百十億 是在做這個所謂環境營造 水環境 比較漂亮就對了 不是在水族園開 所以說其實他是可以檢討 因為大致來說是都有照我們想法做 但是我剛才說 你水族園開發 有一些水族園的開發 沒那麼簡單 像要做水口人反對 還是說做生態有什麼影響 所以我剛才說 我們臺灣有百分之六十的 讓水流在海 你可以想辦法說我水族園 要讓水流在我們土地裡面 農田也可以把它引進來 或是其他這個人工府等等 水口不能做 還有很多方法 從脊水區開始 你可以用一些錢把它調整到那裡 這個治水當然我剛剛講的是說 你可以用一點不要那種 過去剛性的工法 你再怎麼剛性都沒辦法 對財族的力量來對抗 你用一點柔性的 用一點這個韌性的工法 跟大自然融合就不會經常對那裡收 還是說我就避開那種敏感地區 還是說硬要什麼順向坡 還要衝的那種 所以工法上你可以做個調整整個整治的方法 另外就是說對大家詬病的這種環境營造 那些錢 是不是你如果說 其他比較需要的要用 你這些錢是不是可以掉到那裡去 所以其實還可以再調整 就是說你現在做差不多急不急 但是這些錢要怎麼開 還比較有效果 還沒法反應說我這樣去榜莊 還沒來 事實上你在整個過程裡面 可以更正確 更了解 我們大自然的總共 用一些比較有效的設計更換 所以這可以改善 增減價位可能也要擺一些錢 在我們說這個有境 或是說這個有佈 這個系統的改進 那錢實在是沒多 你說預警或是智慧化 我們要預警 要疏散 就是要有一些智慧 sensor 去拿這些治療 是 我不知道在空中 我知道有治療之後 我已經過去的經驗 我知道這個時候要疏散 這個時候要開什麼水門 還是怎麼樣 你就是可以用智慧化的 然後用智慧來判斷做最好的決策 智慧防災也是將來必須要做的 所以可以有一些錢 來蓋在這個軟硬體 在智慧化方面 真的 這麼沒用 這個考試說你用到的 都是錢在這個水環境的這個政壇上面 外面看起來漂亮 但是他有很多這個光靈在哪裡 大家看不到 但是如果實際上 用在這個有境的上面 相信大家是感受很沉 再來我們剛才請到這個電告書 我們剛才說到飲食發展的部分 面對到這個地球這個省管的氣溫 是哪來哪 無控制 一直省管 其實我們要說到這個飲食 很多國家都在做 但是有些國家 就是不要把你信到 面對到這種現象 我們臺灣可以怎麼做去 其他國家 怎麼可以抵抗 飲食發展這個觀念 已經變成現在全世界 包括聯合國家 或是歐洲國家 歐美國家他們主要 有一個觀念 主持人說不對 有些國家他感覺反對 他感覺說 我們現在還在發展 像中國 像東南澳 有些國家 他說你們這些好好的國家 以前都把環境破壞去了 現在說 叫我們大家都不能發展 是 不說平 所以這件事要改觀 我們可能全世界的國家要好那麼多 都會說 你好好的國家 你可能要拿些什麼 丹波的經費 要求這些國家說 你要保護你的環境 不過我可以幫你保貼 我們說回來 臺灣也是這樣 剛才說國土幾個 臺灣現在也要求 要保護我們的農地 要保護我們的環境 要水旁邊不要開發 水旁邊要把它保存起來 不過有一些農業官 他覺得為什麼 你們台北人說要好的環境 台南叫我分林 不能開發 不說平 所以我們在深國土幾位 時分林官就說 不然這樣 你要我保護農業 這樣你還是要讓我農業 的保貼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也應該要這樣做 臺灣做一個國際社會的成員 雖然我們現在國家的一個地位 很多國家對外交上 都很不優先 但是我們很多的經濟發展 都是靠到各個國家做朋友 所以我們在這個選定中 我們是不選定的 我們一定是要遵守 我們國際的一個主流的計程 那就是說影響發展這件事 我們要做一個國際創的一個成員國 我們要可能性 是我們最大的骨頭遵守 可能還要做超過 所以我們創總統也說 二零五零年 我們要達到 零碳排 對 零碳排 這個要求這個目標 我們離那裡還很方便說實在 我們有開始在注意了 譬如說我們國際社會 有在說到輪性 國際社會很早就把 螢幕發展這個東西放進去 不過怎麼做 我們還有很方便的路要走 就像大家的管市 我們比較好處 像台北市 六都這個六都的山市 那有辦法去協助我們這些濃郵的管市 說好 你保護你的濃郵 這樣我們幫你保貼 這件事我覺得我們想看 我們台灣做得對 我們如果做不到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要求說 是 發展中的國家說 我為了你們全地求 我在犧牲說我的發展 不然就是減換我發展的腳步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為台灣 來做的事情 我們先來做 比較多資源 不然去那邊請資源說 我就本買到錢 什麼有的沒有的 這也是另外一站 大家可以去思考 剛才高雄也有說到 日空空年 台灣要喝坦白 其他國家如何去做 這個喝坦白的部分 國際的營養 我們也先來看看 今年四月日日第九日 總統創業沒有比較選擇 日空空空年 儘量排放是台灣的目標 不過有學者認為說 只看到選擇 雖然沒有是製作為 而且進度沒有現太慢 尤其氣體的減量和管理法 日空英雄年是死 看不出價位修法 改名做氣候變成營養法 會加進負治頂修的規制 而且優管管理的贊金 不過草案前幾年 在公開後 一直到達都要不送一批行政儀 台灣起步比較慢 去年六月九月 韓國日本跟中國都分別宣示 2050碳中和 我們整個決策跟評估都沒有出來 那現在全世界在看嘛 你的氣候變遷因應法 這個草案 分閉法通過 再來是電池鴨 中油白鴨 酒化鴨 鋼鐵鴨 也都是套白鴨上座 那幾個 而且大部分都是國營素鴨 台南表示 目前已經這麼專程 政儀少天然氣減少少逃脫 而且就連發電的比例也持續增加 因為配合國家的政策做能源轉型 台銀現在會有更細節 也有助於這套愛花灘的排放 中間他也警告 台灣如果說不減少團的排放了 運動就會起色驅管 有研究這次 台灣過去一百十年來的運動 是千塊一點六度 已經超過全球平均的一點控制度 而且強調台灣在1961年到1990年期間 冬天平均是一百二十天至一百五十天 冬天平均是七十天 不過最近這幾年的冬天 強行速度做二十天至四十天 國際最快在二零六零年的時候 台灣強行就已經沒有冬天了 學者表示 企業專程減少拐百貨 已經是未來新的工業決定 而且就要趕緊進行 不過台灣大部分都是中小企業 這個挑戰是很大 如果蓋好變成營運法的策案 傳播書表示 今年八百年會召開公聽會 打拚順求共識 而且教授發責做夾聽書 要拚策案 可以在八百年時依舊 而且尚舊行政院 記者綜合報導 是我們看到說 臺灣已經這個企業變成 有立委要塞這個企業變成營運法 其實這也含我們的企業 或是說這個工業有很大的關係 繼續我們先請教這個主任 這個尖地球的變法 含我們準備塞這個企業變成法 營運來說其實比較慢了 但是我們一定要做 還有什麼比較欠貴的地方 其實我們現在 從科學上來說 我們差不多已經有準備 除了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塞 我們的時程要怎麼定 因為說這個 你要達到二零五零 宣布二零五零達到零碳盤 那在臺灣裡面來說 達到零碳盤 我們基本上有兩個基本的概念 是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團的排放量 第一 要已經達到高峰了 我們目前要不達到 你說我們的工業發展 怎麼不達到最高的意思 對 就是說我們當工業的排放 現在你沒辦法減量 他還一直在增加 你要增加到最高的這點 以後我們還沒辦法降下來 我們現在這點最高在哪裡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因為你要有一個制度 你要限制說 我什麼時候要做到 我這點一定要先確定 這點確定以後 我給一個貨幣 我比較知道說 我要降多少 我比較多做 但是要做這個 你說實在有困難 你就要跟企業說 你如果要減這樣 你減一段的團的時候 你的身份會增加多少 你政府要怎麼處理 你如果沒有配合 你能夠達到你的目標 但這些企業都可以 所以這對政府裡面來說 這是很大的調整 但是你一定要這順要做 因為按照國際上 你達到高峰到零探牌 是 像歐洲最快的國家好人 他花35檔的時間 35檔 所以現在已經2020 我們要宣布2050要達成 OK 那你會看說 我們現在的壓力有多大 所以你一定要有很極端的 或者不能說極端的 就是說你要有很大的決心 OK 來做 或者你現在 你現在這個企業 不知道要怎麼走 是 這是可能就是說 我們要達到政府現在選擇 二零五年 要達到這個零探牌 這個目標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做好準備 所以政策來推動的時候 整個配套的措施一定要做好 所以這順決心有了 配套才不會出 過去市長在公報問 政府面對到這種 還要含這個企業 這個高峽的部分 民眾專門的這個共識 其實還有一段很大的路差 我要說就是說 這個碳磷排放 不是我們說要怎麼就怎麼樣 我們現在全世界已經 遊戲規則出來 你說已經有百分之六十字的碳牌國家 他要在二零五零年 要碳磷排放 是 歐洲可能在二零二三年 就要實施所謂碳邊境調整機制 就是類似所謂的碳稅 你說不管中國大陸 歐盟都已經有碳交易市場 所以說如果我們沒有經濟 我們的經濟都影響 不是說我要跟當時 你沒辦法 你要讓整個世界村這樣住在走就對了 你沒這樣 所以說我們台灣現在已經慢了 我們的每個人的碳排放量 每年大概是十噸 十噸 同世界平均是差不多四點四噸 我們是人的二點五倍左右 夠糟 所以我們後段班就對了 是 所以說我們究竟法令 你一定要有一個法令 說較強自信 你如果不做我自己發 所以不管是氣候變遷 因應法要趕快出來 我們探價 人家現在探價都訂出來 我們要訂出來 哪幾個行業是我們碳排最多 我要怎麼開始處理 一定是要行政院跨部會 把企業 企業現在很積極 那我那個叫做ZE 就是Green Energy 100 百分之百用那個綠 綠綠兩個 已經大家都在做 所以說企業法人很緊張 那政府更應該趕快把這個法令機制 Action Plan 趕快要出來大家趕緊進 要不然我們的萬機 萬機不是我們的問題而已 你就受影響了 另外就是說其實它也是個商機 你怎麼節能減碳 怎麼發展力能 那是一個技術 你能夠開發出來 你領先別人 將來你就吃不完就對了 所以有利有弊 所以我們一定要比較積極 趕快 已經萬聖了 沒關係 不可以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目標是什麼 二零二 二零三零年 要是二零零五年的碳減百分之二十 二零五零年要是二零零五年 碳減百分之五十 人家是要碳中和 我們還要二零零五又減百分之五十 我們目標都萬聖了 所以一定要比較積極 趕快做 真的啦 所以我們說無論是我們 比較大在做的 可能是大企業 但是我們也有很多中小企業 和個人都可以去執行進行 最後我們請到電告書 怎麼還比較積極 個人 中小企業 大企業 政府呢 我覺得說 除了說大家都說的 就是法律這個地方要去對調 對 最重要的現在的選團到交易 我覺得說大家民眾對於我們這個 團中和這個二零五零 這個事情 大家又沒有這個經濟 這件事最重要 第二就是主持人說的中小企業 他們對於這個 因為他的規模比較少 所以他們的主要比較少 這個方面政府要跟他們到三天 所以這未來 除了說政府要有這個決心之外 你跟企業也要配合 一般民眾也要有這個經濟性 經濟性就說 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個新的調整 我們就要有一個台灣的新感慨 這就是我們的主題 因為這跟以前都不一樣 說實在 所以我們的感慨 從過去就要轉播變新了 這其實我們說過往也是交新的 但是新的這個時代 我們就要對新的這個作法來去進行 不要再把過去收口收上 聽到這個原材這個部分 今天非常感謝所有來賓 從我們這個火水 講到我們說坦白 非常感謝 我們馬仔再會 感謝 感謝